市场新报,阿辉财经网,HTTP,WWW,阿达金,COM选长言道,小树大树,上蒸下煮,这一时期,鱿鱼出汗多,消耗大,再加之劳累,人们更不能忽略对身体的养护。 高温天,如何吃得健康,吃得营养,一起来看看专家们的建议吧,在条类方面可用处,大蒜,生姜,芥末等酸,辛,香等佐料,起到轻温杀菌,解毒和增强食欲的作用。 夏天做菜可适当咸一些,因为冲汗比较多,带走的盐分也多,另外,大量喝水也会冲淡胃炎,所以,菜中适当多放些盐,来补充盐分是必要的。 夏季开课吃点生姜,有利于食物消化吸收,对心脏,血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,另外应多吃鲜寒甲的水果,如橘子等,易保值呢,酱的平衡。 此外,紧细食食食下体饮食养生的重要方法,如早,万斤餐食食粥,午餐食喝汤,这样既能生津止渴,清凉解暑,又能补养生气,如鱼,手肉,蛋,奶喝豆类的,都是最佳,油脂蛋白,市场性暴涨中安徽,记者马冰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.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